大家好,我是小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呱呱的创新吃法 荷叶蒸 了解一下吧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颜色的是 牛蛙 这种 这种是田鸡 还走啊 等一下我就发你的皮 一抽你的筋 你摸你的真实 非常的调皮啊 现在我准备把它咔嚓了 用你的色 用你种 害我走半天 在这里开刀啊 由于太过血腥 我就不发出来了 其实这一步可以交给 夜心的摊主处理的 有点小贵啊 一二三四 发到十六门给 搞起来 追过追过 奥尼陀佛 不能怪我啊瓜哥 我是被逼的 请你从这些样子 为标准 这个皮 准备送给 评论第一的朋友 要它拿回去刺身 或者做面膜 都是可以的啊 和滑的 润润的 砍掉脚趾 切成小块 剩瓜一条 切成一勾一勾的 下剩瓜的目的 是荤蔬搭配 营养健康 下点盐 揉味 下点生粉 揉匀 放一旁备用 这一步 开始盐呱呱 下姜葱 红枣 红枣枸枝 盐 蚝油 白糖 胡椒粉 鸡麻油 一点点米酒 揉匀 下干生粉 继续揉匀 这要来正经的发生油 揉匀 放一旁备印 取个龙仔 荷叶一张 用液水泡 十分钟 挤干水分 摆向圣瓜 放向瓜瓜 攀开 不要压在一起 压在一起难熟哦 荷叶不够大啊 问题 也不大 烧水 香气以后放进去冲 大火蒸五分钟 凉层及时已到 冲火 撒向性感的冲发 冲火 冲火 菜已经做好了 试一下吧 这个肉非常的鲜 嫩滑 又有一股 淡淡的荷叶的香味 很成功这个菜啊 漂亮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你 学肺了吗 脸关肉不迷路 脚踪带你 向高兽